Hello,大家好,我是Dollar 最近UP主挺喜欢去夹娃娃的 你们也可以看到,屋子里摆放了很多 并且也送出去不少了 这些公仔基本上都是在线下娃娃机台夹的 而我呢,最近开始尝试了几个在线夹娃娃的APP 发现里面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套路挺有趣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 娃娃机本质上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机 因此平均算下来呢,基本上赢的总会是庄家 但是,明知道赢不了还会让你想去玩 这就是庄家的厉害之处 也是这些套路的出发点 套路一,免费试玩,夹中一个三件包游 我试的这几个线上夹娃娃的游戏啊 所有平台都是会免费先给两至三次的游戏机会 而在这几次当中啊,玩家必然可以夹到一个价值一般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认为可以直接收手,那就错了 两至三件才能包游 单个季也可以,但是需要自己出游费 六到三十块钱不等 这时可能你会想着充个油费的钱 再加以两个包游 呵呵,那是不可能的 平台似乎已经设定好在你消费多少钱的时候可以保夹 保夹也就是说强力爪并带入洞口的那种 并且这个保夹的数肯定不会是三十来块钱 套路二,充值送娃娃 刚刚我们提到两至三个才能包游 这时商家会给出充值多少送娃娃的策略 吸引玩家充值 打个比方说,充值三十块送一个娃娃 然后三个包游 这时只需再加一个就可以包游了 然后你会发现怎么也夹不到 要不放弃两个娃娃 要不自己搭上运费 不然就只能再充一点钱试试看咯 顺便提一下,线上夹娃娃 基本是二至八元一次不等 所以几十块钱基本上是夹不到几次的 套路三,胆绑降低,娃放动鞭 线上与线下娃娃机的运营方式不太一样 线下基本上你早上把娃娃放进去 晚上看一下要不要调整位置,补补货就可以了 但线上的工作人员很勤快 就跟一些大型的知名夹娃娃机店一样 一夹乱,马上就帮你摆好 并且线上都是摆在洞旁边的枪位 挡板也调得很低 让玩家感觉貌似真的可以一发入魂的样子 但其实上各种抓法和位置都已经被计算好了 入洞的几率非常的小 套路四,找拖试玩,真实入洞 线上夹娃娃有个特色在于 你可以完全不花钱,就看别人家,过个眼影 因此有些平台会请一些拖来试玩 模仿玩家的操作行为 但爪力会稍微强一点点 一步步的将娃娃带入洞中,非常的真实 这时旁观的真玩家就坐不住了 心里想着,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啊 等到充值完自己去跃跃欲试的时候就吃憋了 因为娃娃完全就夹不起来 好,线上夹娃娃游戏的忽悠套路就说到这里 如果当它将成是一场物质交易的话呢 毫无疑问,玩家属于亏大的那一方 但你要知道,你在计算的只是你个人的账本 商家的账本还包括人力、时间成本、电费等运营支出要算 并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娃娃机是一种游戏机,而不是交易工具 因此不能忽略它带给我们的快乐 台湾有很多YouTuber专门出夹娃娃的视频 他们夹了好几年,用了几万十几万去夹娃娃 但是我从他们最近的视频还是可以看到 把货夹出来那一瞬间的喜悦 以及差一点点出来却又掉回去的那种情绪转变 你也许会说,他们靠视频吃饭肯定要做做样子了 而我个人感觉,夸张也许会有 但瞬间的情绪不太像是演出来的 总而言之,夹娃娃是不是坑人的呢? 这要看大家如何去看待它了 怀着什么目的去玩它 不过玩归玩,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成本 将夹娃娃放在娱乐支出当中 别超过自己的预算就好 好了,在本短片下留言,带上我要XXX XX就是这个照片上选一个娃娃告诉我 就有机会获得它哦 我是Dora,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